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原地保存 指定古迹 指定古迹 成立央广纪念园区 成立央广纪念园区 今天我们主要是安排由委员来现刊 我们邀请了各个专业 不同專業的專家今天來現場 所以今天也不會做出任何的明確的決定 那我們會請委員現刊以後 那我們就現刊的狀況 就再進一步請委員再提出相關的意見 那我們最後再會再跟現場做報告以後 才會做出最後的決定 政府在上禮拜有遭到拆除的這個獨體建築 它原來是一個梯形的平面 也就是在前方但南側是比較長 大約差不多到這棵南洋山這一帶 所以說從這邊一直到對面去 這邊就是一個長條的建築 以及後面現在看到有旗桿比較高的那個部分 是原來的這個他們的廣播機房的所在 所以它是一個梯形的建築 那目前這一側目前是已經主要的主體的結構已經遭到拆除 那另外一側留下比較多的這個兩億的辦公室 那後方等一下我們會過去看看 看一下後方的主要的機房的空間 應該也都受到嚴重的損壞 文化處在這個部分我們也有獨島不周 這個監管不周的這個責任 那所以有出現這個漢市 可是我想現府現在就這個漢市 我們希望能夠能夠好好的來組織它 希望今天我們邀請委員來現刊就是這個道理 大家一起來看這棟建築物 目前的這個這個目前的狀況 它是否有補牆建築補牆的可能性 它是否有持續繼續保存的可能性 以及它未來如何補牆如何活化再利用的可能性 那我們今天應該通過今天的這個現刊以後 我們會進一步再邀請委員 在就這些課題我們會做在這個會議室裡面的討論 我們其實是一群對這樣的一個歷史建築跟文化 非常喜歡的朋友 那包括有學生包括社會人士 那其實今天會來到這個地方 我們的訴求很簡單 可以把這個陽廣保留下來指定為古蹟 然後可以讓它成立成為一個紀念園區 甚至文化園區 是可以讓人進出在這個地方 因為在胡偉的這個地方 很多的朋友很想要返鄉 甚至來到這個地方 想要做一些藝術文化設計相關的事情 但是一直沒有一個很棒的一個歷史的建築在這個地方 那現今這邊有這麼好的一個自然的資源 包括說還有文化景觀的資源在這個地方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指定把這個地方留下來 把我們的過去的文化留下來 因為過去我們來不及參與 但是未來我們希望可以用我們的力量 用我們的溫度去繼續在這個地方生根 我希望能夠收到這個地方 到這裡 於是